大家好,我是杨场 今天是2023年7月16日 本周五晚上,我在每周一次的顺哥股市大家庭 就当前的股市分享了我的看法和意见 现整理如下,分享给大家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再次提醒各位看官 请您对我的油管频道务必点下关注按钮 订阅,转发,增加本频道的人气 给我动力,不断分享下去 好吧,那按照MAS区应该是到了查课老师 再次欢迎查课老师 也是连续支持了我们四期 大家好,上周五我在这儿讲了以后 因为准备不足,我周六又做了一个计算 对这个CPI做了我建立了一个模型 做了个计算 所以上周六就在Keyner的Clubhouse 分享了我的计算的结果 对于CPI呢,实际上这个东西呢 物价仍然在上涨 物价仍然在上涨 那么这次CPI这么好 实际上是一个荒谬的一个数字游戏 物价仍然是在上涨 而且呢,是比前一个月更糟糕了 但是呢,他们美国的CPI这个定义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他对这个数据不做这个滤波不做处理 然后就拿这种原始数据来进行计算 所以他这个噪音就造成了 他这个CPI的值得下跌和上涨 所以这次呢,CPI这么好 这都是我上周做了计算以后 都预计到的事情 是因为去一年以前那个六月份 那个CPI比较高 就造成这次下跌 那么我可以确信的说 下个月CPI公布的时候 CPI会上涨的 就是说既然华尔街 是以这个噪音驱动的这些数据 上上下下我们就喜怒哀乐 那我们就跟着他玩这个游戏 所以呢,因为我知道这个值会好的 上周也在Skinet Clubhouse有分享 那么我也就是重仓 就打算CPI出来那一天 然后就是分高减仓 这基本上是我上周的操作 那么上周还有分享还有几点 我就回顾一下 一个就是说对于季报 对于季报的话 我是就是说还是比较conscious的 就是说我选我能够拿稳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上周就提到了一个公司的记忆包 就是JPM的 JPM的 因为我主要是做技术 以技术为准 那么以技术为准的话 我的这个天向是追高 JPM上周我为什么选了JPM呢 是由于他到达了一年的新高了 而不是一年的新低 那我看了上周我看了其他那些银行都不行 只有JPM到达了一年新高 所以我上周在咱们的Clubhouse 分享的唯一的一个季报的就是JPM 当然我的做法呢 就是对这些我自己比较有把握的这种季报的话 我主要还是卖put 那么上周卖了put以后 今天季报一出来我就了结了 就关闭了啊 那么下面就等打下一周的季报了 下节季报我就打 跟前面几位老师说的也是一样 Tesla 我都是买了它的这个butterfly 在等着它较高 那个Netflix呢 也是我卖了它的put 就堵它不会大跌 这也是主要的季报的下周的季报 那个上周我还说了一个东西呢 就是我自己编程计算那个seasonality 那个东西呢我一直没有忘记 那个就是几十年的统计下来 7月15号是顶点 是顶点 所以呢我现在是比较conscious 比较conscious 当然我的主要的那个操作方法是跟随趋势 跟随趋势 但是呢咱们这个趋势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 那么现在我是属于比较conscious的这个阶段 一旦出现这个危险信号 那我就想起来了 7月15号应该是停电 但我不可能那么真正发生的不可能那么准确 有可能推前一周 推迟一周等等 这都有可能的 上周还说了一个东西呢 就是说因为我从上周五的那个现象 上周五那个到了下午啊 大盘又sell off 但是我观察到的一个东西就是market breast 都是非常好的 market breast好就说明中小股好 所以我上周就说中小股会强 那那么果然现在到到现在 我做了一个计算呢 这七天来 七天来这个IWM涨了百分 就从它的最低点 在七天的最低点到到现在的收盘呢 IWM涨了百分之六 其次是QQQ涨了百分之4.3 其次是标普SPY涨了百分之2.8 最次的是倒指涨了百分之2.4 所以现在呢是小股强的这个阶段 所以呢我的操作计划就是 分高减仓大科技 鸡犬升天买小股 均有成竹打击报 这是我目前的这个操作计划 就是我在减仓这些大科技 但是呢现在小股好的非常多 特别是那个ARC基金这个 这几年两三年来是很糟糕 但是现在ARC基金的趋势都是非常好的 那几个ARC基金 ARCK,ARCF,ARCW,ARCX这个趋势一个个都非常好 那个如果搞不清楚买什么小股的话 你干脆就买ARC基金也挺不错的 所以我目前就是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 就是说即使这个大盘继续涨 那我那小股也跟着涨 那我做小股 我觉得而且现在这小股的确涨起来是非常的快的 迅速的 再一个就是我几周前提到的两个 就是那个FNGO 我不是前阶段每次都是把那FNGO的十大股都来说一说 哪个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都涨就是两个疲软的 那个我当时我说这两个疲软的 应该轮流做庄也应该涨一涨了 果然现在都涨了 一个是孤股 一个是孤股 那个当然我现在是现在涨了以后 按照我的计划我是在出货我在卖 因为这些大股我现在计划是要减仓的 再一个是Snow Snow这两天你看又强硬又开始涨了 Snow就是在这十个股里面是最疲软的 在这个挣扎 但是它的趋势是往上走的 趋势是往上走的 再加上两三周以后又有季报 我对它还是看好的 那么我主要 当然我主要操作是两种操作 一种操作就是卖它的put 这些目前都盈利了 卖它的put spread 再一种我就非常长期的卖它的leap 买它的leap call 那么即使它短期没有涨 我买的是长期的leap call的话 它还能够下跌我还可以加仓 这可以建立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position 基本上我看看我说的差不多就这些了吧 对最近反正就是这些小股都比较容易找了 不像去年或者半年前这些小股呢 现在就随便你找过去 我一般都是因为我是以技术为主 所以我先去看一看这些小股 那些小股的技术图星豪 那我再去看看它的基本面 然后呢就可以杀入了 当然我是以技术为主 必须技术图星豪 必须到特别是这种小股 特别是小股 那种大安稠的话 它有时候跌下来 w很快就上涨 我小股我一般都要求它能到达 六个月的高或者是要突破200天均线之后 我才会杀入 我绝不去抄底 所以现在呢找这种小股呢是非常容易的 好了我就说这么多了 谢谢查卡老师 我还记得就两周之前吧 您讲这个Google还有Snow 他们是去跟这个大部队 兄弟姐妹都已经冲锋陷阵了 都已经出现新高了 我们且看这个Google还有Snow 果然他们最近这两天表现不错 我看Google今天去了125 他们是不是还有另外一波呢 我们看大盘在这个位置是在调整 那我也知道今天Fred老师 他有抄底这个罗素2000 那未来呢可能会是罗素2000 这个有一些机会 谢谢查卡老师的一个分享 我们按照麦序呢 应该是轮到了我的MoMo老师 请MoMo老师来看麦之后 就是我们的这位老师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